夏天吃黄瓜,也总是一成不变的凉拌 你就照我这么做,往里面打着四颗鸡蛋 这做法可是老火了 夏天天热没胃口,一定要给家人做一下它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三连球关注 首先准备两根黄瓜,去掉头尾两端 不用去皮,直接改刀成小防钉 装盆备用 一把小香葱,对半切开 葱白和葱绿,我们分开来切 同样的都是切成细小的葱花 分别装盘备用 圈个好物佐料机 放上两片煎片 三头大蒜 直接给它搅碎 然后再准备一小把的海鲜菇 切下菇头部分,装盘备用 再准备一根尖椒,您就像我这样旋斩的去地 再切成细小的辣椒丁 装盘备用 一小块香肠,先改刀成厚厚的薄片 再切成细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下来准备上一块钱的猪肉 肥瘦相间的最好吃 改刀成厚片 再切成大块 直接放入佐料机中 搅拌成细腻的肉末 装盘备用 所有的配料准备完毕 就可以往切好的黄瓜丁中 打入四颗新鲜的母鸡蛋 放入切好的香肠丁 再来点葱花 不用加其他的调料 直接搅拌均匀了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五香粉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再来一勺土豆淀粉 增加粘稠度 最后加入400毫升的清水 把所有的料汁搅拌均匀了 放在一边备用 准备一口平底锅 倒入适量的胡麻油 开小火把油烧热 倒入搅拌好的鸡蛋液黄瓜丁 用勺子稍微整理平整 盖上盖子开小火慢煎 煎至定型 借用一个盘子给它翻面 再把另外一面也煎一下 把蛋液两面煎至定型 可以摇晃 把做好的黄瓜鸡蛋饼 装盘备用 重新起锅烧油 拿上一块钱的肉末 开中小火 把颜色炒至发白 把葱 姜 蒜末 一起放进来 借前炝锅 炝出食材的香味 再放入切好的海鲜菇 把它炒熟 就可以淋上我们刚才调好的料汁 刚刚买回来的生抽 再淋上一点点 出锅前 放入切好的辣椒丁 不喜欢吃小米辣的 一定要多放一些 熬至料汁粘稠 就可以把炒好的肉末 铺在黄瓜鸡蛋饼上 让蛋饼吸满汤汁 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肉末鸡蛋饼 就做好啦 如果夏天你家孩子爱挑食 又没有胃口 一定要给他们来做这道美食 简简单单 营养又美味 最关键的是超级的下饭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